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仇亮哥 北京时间7月21日2024年 湖南省青少年田银锭标赛 正在火热之音当中 今天给他火鸡设的是U18男子100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他火鸡设的主角就是来自香檀二中的邓鹏城 现在邓鹏城你你才只有18岁 也是中国短跑辣辣升起新鲜 最终邓鹏城以10秒65的成绩逆转火光 其实在本次预赛的时候 邓鹏城就有着非常惊艳的表现 预赛的时候邓鹏城处在第二跑道的位置 比以赛克兽 邓鹏城七宝反应非常不错 一下子就出来了第一位 邓鹏城的七宝真的犹如书柄天附身一般进步如飞 最近邓鹏城上演了狂飙 邓鹏城一下子就将对手门甩开了 并且跑出了无人去 最近邓鹏城还不忘回头看身后的对手 最终邓鹏城甩开对手5米远 以11秒63的成绩无需练独得预赛第一名进行决赛 邓鹏城这个成绩也轻松打败了国家一级运动员10秒93的标准 这个成绩是在逆风1.0米每秒的前往下跑出来的 可见也是非常炸裂的 结果到了决赛 邓鹏城的表现再次让人汤尾光直了 决赛邓鹏城处在第七跑的如一致 完场比赛邓鹏城的最大机会对手就是处在第三跑道的谭启门 比赛克兽 谭启门起跑非常不错 出来领先的寒领座 而邓鹏城起跑并不好 只排在第六位 不过接下来只见邓鹏城开启了自己的暴走模式 很快就联操五人逆转成当第一位 接下来只见邓鹏城开始展现他的超强个人能力 上演了疯狂出名次 这也一下子就将对手门甩开了 只见邓鹏城的恐怖不平还是非常让对手门汉赢的 不过在最后5米的时候 邓鹏城亮抢了一下 最终邓鹏城甩开对手4名远以10秒65的成绩逆转躲过 弹起门 获得亚军 邓鹏城这个成绩再次轻松打败了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标准 虽然决赛没有预赛跑的那么好 但是这个成绩是在逆风1.2米每秒的情况下逃出来的 可见还是非常有含金亮灯 如果最后没有亮抢一下 估计成绩还会更加好一些 好了 本期视频就等着 元顺从此别 青山姑父亲 我们下期再会